山河台风缓步逼近 新政院长中泰上午促阵灾变中心 并与地方政府视频连线 强调务必要把灾害影响降到最低 双北也严阵以待 新美市长侯友仪主持防灾会议 之后也前往视察环状线的复原工程 防台准备工作 下午台北市的风雨是明显的变大 市长讲完临时新增行程 除了前往市东市场视察物价的情形 也到大巨蛋了解国庆晚会的规划状况 山河台风缓步逼近 下午台北市风雨明显变大 市长讲完临时新增行程 除了前往市东市场视察物价行程 也到大巨蛋了解国庆晚会规划状况 特别去实际现场了解 整个相关包括逃生动线进场动线 因为第一次我们是开放B2地下城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特别的审慎 所以也了解一下目前整体的规划 讲完也透露截至中午左右 北市灾情通报有119件 已经处理100件 其中一路数青岛最多 共有42件 像是北头就发生树岛的灾情 北市一日下午5点起 陆续关闭全市疏散门 及越岐坡道 带一双北不同步 加上下班尖峰 东湖往系指大塞车引发民怨 讲完回应交控中心即刻启动 包括周边交通号制描述调整 以联络新北交控 并针对包括南港内湖 两个分局加派整理疏导 新北市长胡友宜 上午则是前往视察環状线复原工程的房台 准备工作 山陀台风行进速度缓慢 但威胁仍不容小觑 行政院长周恩泰上有亲自坐诊 在变中心 权力守护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 这个包括灾前的防灾准备 灾后的复原工作 第二我们要全力维护公共事业 及重要关键基础设施的正常运作的韧性 这两个使命是我们在这里工作 最重要的事情 周恩泰听取报告 并与地方政府视讯连线 强调务必将灾害影响降到最低 也提醒民众非必要绝对不要外出 就是最好的房台措施 记者综合报道